AudioJungle 前四点,起连发多条推特,指责民主党为了把天心协议给打卡梦乡者,即童年时非法入境,但被再往遣返的移民,而要削减军费和边境助墙费,甚至威胁让政府停摆关门,不顾美国人的生命和国家安全,这表达出川普对11日收到的关于移民改革两党合作协议非常不满, Aspi-Go等于Wi-A-D-O-W-A-D-S-B-Y-G-O-O-G-L-E-Push 1月11日,美国国会两党,六位参议员,就移民改革,尤其是维永久解决80多莫名打卡梦乡者问题,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,他们把这份两党协议帝交给了川普总统,目前不清楚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, 但是川普总统,在12日凌晨连发,推文表,达了强烈不满,川普说这份两党协议,是个大倒退,昨天提交给我和一组共和党参众议员的所谓两党打卡协议,是个大步倒退,边境墙没有得到足够资金,烈士移民和抽签签证变得更糟,美国要被迫接收大量来自高犯罪率国家的人,川普强调他要积分择留移民系统, 指责民主党削减军费,不顾人民生命和国家安全,甚至威胁政府停摆关门,ADSBYGOOGLE等于WIDOWADSBYGOOGLE 不是,我要有一个急于积分择邀的移民系统,那些移民会帮,助我们的国家,更上一个新层次,我要的是为我们的人民提供安全和保障,我要阻止毒品大量流入,我要给军队投钱,而不是向民主党要削减,因为民主党对生命和安全不感兴趣,现在的打卡计划倒退了一大步,民主党还威胁关门, 他们真正要做的是关掉我们的军队,正在我们最需要军队的时候,聪明点儿吧,让美国再次累大,川普认为民主党,把一个不公平的填心协议给打卡移民是件可悲的事,可悲,民主党要停止给我们的军队,和政府工作人员支付工资,为的是给打卡移民一个填心协议, 这不是个公平协议,关照好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家,首先,打卡计划DACA全称是赞幌帝,解童年比美者计划,它是前总统奥巴马2012年签署的一个总统行政令,或者说是一个特赦令,该计划允许16岁以前首次进入美国并且在美国居住了5年以上的31岁以下的非法移民暂时免遇被遣返, 并可获得在美国的两年工作和居留签证,而且还可以